在昨晚时间九点多 位在基隆市深澳坑路上 一对张姓小姐弟呢 一对张姓姐弟和阿姨 从便利商店走了出来 在路上结账的时候呢 本来哥哥牵着弟弟的手 要一起过马路 但是没有想到弟弟 突然之间是甩开了哥哥的手 这时候一辆车子 突然将这个弟弟给碾毙 两岁男童当场头颅破裂 监视器拍到女子手里抱着婴儿 而一名小男童则是推着娃娃车 旁边还跟着两岁的弟弟 四个人准备要过马路 但小弟弟不受控制 一直向前冲 第一次阿姨还将他拉回来 但第二次小弟弟又冲了出去 这时候一辆轿车及时而过 悲剧就这样发生了 小弟弟被迎面撞上 头颅破裂当场死亡 已经走过来走到路中间 然后要过去的时候 一台车上时就过来撞上 然后小孩就躺到地上 他车速很快 因为那个感觉 我们正常开车的人 都知道时速大概是多少 30号晚间 基隆市深澳坑路上 一对张姓兄弟和阿姨 从超商走了出来 11岁的哥哥 牵着两岁多的弟弟 但弟弟却突然甩开哥哥的手 冲上马路 想拦住弟弟根本来不及 意外发生之后 哥哥惊吓过度 瘫软在一旁 而爸爸得知到2号赶到现场 更是难过的 说不出话 这时候小孩子 可能在路间 没有被大人所拉住 那小孩子脱手 然后遭不明 遭车辆 撞击到 肇事驾驶工程 因为路灯昏暗 根本看不清楚男童才会撞上 但现场目击者都说是车速过快 才会酿成这起意外 而警方目前也将厘清责任归属 只不过这场意外 让一个家庭破碎 再也换不回一条宝贵的小生命 记者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明镜与点栏目